好 今天要請問大家的是呢 台灣人最愛的美味平價宵夜喔 對 因為台灣便利的地方 就是距離很近 哪裡都有好吃的 而且要買也很容易 然後現在有很多外送 幾乎一天20小時 都有美味的宵夜 對 今天呢榜上有八個名次 名次越前面分數會越高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七 八名其實相對的比較冷門 它分數也偏高喔 30分 好 那你們這邊有沒有 自己喜歡吃的或者是 雖然說是宵夜 可是現在都沒有在分 其實沒有 半夜吃什麼燒餅油條 蛋餅豆漿還有鹽油 播間也有 我一張會半夜吃蔭肉飯 對啊 喝蔭肉飯 牛排也可以吃 而且他們很貼心 都會付一個牙籤給人家剃牙 對 它有一次剃一剃 還放在衣服裡面 服裝師去換衣服 一倒出來一隻牙籤 還戳到 對 好了 你的答案 也是我們三個都是 第一個想法是 這個每天回家 就想吃個 我買了很多 600塊的鹽酥雞 可以幫忙這桌子 我知道他買的那一家比較貴 因為現在物價上漲了 他買的那一家比較貴 比較貴 你就買就是 第一家那一家 開發票的那一家 你是買開發票的那一家 好像我們都沒有拿到發票 都沒有拿到發票 那你600塊買太多了吧 是 鹽酥雞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第20 鳳梨 我跟妳講 半夜的時候在二里 聞到那個油炸食品的香味 誰受得了 不得了 而且那個鹽酥雞 他們真的越玩生意越好 再加上那個蒜頭 洋蔥 我小時候的配料就是九層塔 現在一些店的蒜頭也來 洋蔥也來 還有酸菜 不是 有一家 他就是標榜他蒜頭很多 那個真的更厲害 現在有的也加酸菜 然後越做越精緻 而且什麼都可以炸 對 什麼Oreo 餅乾 甜的也丟下去炸 然後柳葉魚什麼都下去炸 好香喔 真的受不了 恭喜獲得40分 40分 那你們想辦法 第一個 第2 50分是什麼 第一個 第三個一定要拿下 你們有需要想嗎 我後期問一下 宵夜的時間的定義 是12點 凌晨12點過後叫宵夜 還是晚上在9點以後 9點以後 吃了就叫宵夜 9點以後 吃的東西是不一樣 因為有些東西就沒有賣了 對 沒差 現在有的外送的話 他還是有在開 但或者有的不一定是你要出去買 也許你在家 你平常買的貝 對啊 像我們那個乾拌麵 就可以放在家裡 對啊 都可以 你宵夜不會吃乾拌麵嗎 我也要吃啊 我可能加一顆蛋 有沒有 我搞定 對啊 所以你的早安是 你還要想 乾拌麵 臭豆腐 你好跳痛啊 痛的豆腐 你跟我們聊了半個小時的乾拌麵 你是在講臭豆腐 第一位 因為他想 不是第一位 我跟你講 這香耶 我跟你講 有牛肉麵 陽春麵 有拌麵 什麼 這都是 不可能乾拌麵是可以 是唯一的一個答案 就麵類啊 家裡的啊 那就是那個 趙哥趙咖的乾拌麵 會不會原本 對 但是加了趙哥 對 Zurife 你要確定 他用風格太小了 你知道嗎 可以吧 乾拌麵 乾拌麵 這個選項有沒有 好 第一名 對 這是趙哥 趙哥 乾拌麵可以放超久 真的可以這樣吃 對 而且 iPhone 年輕的 網友 大學生上班族 而且現在的那種泡麵 乾拌麵 口味越來越多 麵題還越來越Q 口感 調味 層次豐富 一碗麵有的有醬料 還有料理包 牛肉包 還有椰香的 還有什麼起司的乾麵 現在乾麵太多了 真的 接餐 太方便跟快速了 而且太香了 真的 恭喜50分 50分 打得太強了 我們剛剛沒走了 不好意思 你不要看那三個長這樣 他們不認輸 怎麼了嗎 剛剛前面那個形容詞是怪怪的 長怎麼樣 我們是長得那麼健康 那麼健康 他們不認輸 我覺得我個人很喜歡吃的一個 宵夜是麵線 麵線 芋仔麵線 大腸麵線 那個感覺很正 感覺也很棒 涼麵也是 涼麵也可以 涼麵也是 涼麵喝醉酒的這個 最佳選的 一定要去的 可是他們剛剛已經講了麵了 他麵類他講掉了 我覺得我們後來 我跟你講我想到就是 剛剛不是講什麼燒餅油條 有一個就是蛋餅 因為有時候不想要吃很多的時候 就會想說就只要一份蛋餅油條 所謂的豆漿店 它都是24小時 對 沒錯 你晚上想吃也有 燒餅油條 蛋餅鍋貼就多在一室 那一間的 對 橋下的那個什麼 好 新北市那裡 蛋餅 你用台語給他講出來 好 好 好 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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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宵夜吃他大腿 不是 本來對的答案 全部被他都講到錯 你的答案是 蛋餅 你有沒有 你說中文 你說中文嗎 蛋餅 蛋餅 這個答案有沒有 第七名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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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台灣的今年早餐 對 然後以前呢 只是從凌晨開到早上 現在有的越開時間越長 有的還有24小時營業的 恭喜30分 好 你們現在有70分囉 好 70分啦 來 娃利 不要讓他們 我們剛剛有想到一些啦 其實蠻多種的 我們有想到一個是 串 講一個就好了 不要再講太多 不要再講太多 那串烤要先來試試看嗎 串燒 串烤 就是居酒屋那種串燒 沒有 現在有那種10元的 OK 4元串燒 就這個嗎 可以啦 因為這個滿多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就是串 你們這一對是有什麼毛病 剛剛前面聊了半天 那個後來選臭豆腐 他這邊聊了半天 臭後面選什麼 選烤肉 烤肉 到底是 烤串 烤串 我們語言能力又怪怪的 烤肉類的 一串一串的那種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第三名 謝謝 麵點啤酒 漂亮 然後那種一串一串 量又不多 你就一次點一串 雞肉串 自然羊肉 板葉豆腐 培根番茄捲的一些 主要是 那一些居酒屋開的時間點 剛好就是小夜餐 對不對 你就下班去吃 或者是閨蜜聚會 配一杯啤酒 或者是sake 舒服 很棒 想下班了 不是 如果 如果能吃這些 誰會去吃那些什麼乾拌麵 對不對 就無聊了嘛 第一名 不是 不是 因為學年輕人嘛 因為我每天都吃串燒 都不用賺錢了 喔 我不可能每天都出去 對 搭配的使用嘛 對啦 麵食還是主要會長期的 對 對 恭喜 40分加速 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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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覺得我也 一定要答出來 不能說答完了以後 這8名都沒有完了 嗯 加料是吧 對 就是以他們的泡麵的邏輯 來思考的話 是 就是在家裡隨時可以拿出來的 對 可以放在櫃子裡的 可以 有的時候拿出來解殘的 也可以 也就剛剛他們拿出來的 秀的其中一個 柴米機 鴨 餅 零食 零食 OK 餅乾類 你們都想的 可能都是外面賣的 有沒有 這個家裡面 可能自己有買了一兩包 其實12了就拿出來吃了 對啊 擺在那裡 所謂的零食櫃 就是一包了 所謂的平價解殘 並不是說你要馬上出去買 有時候我平價買 後來家裡儲備的也是 也可以 它有些 零食也包括有一些什麼 罐頭打開的甜湯 甜品 甜品類 看零食有沒有 你單吃鮪魚罐頭 有些是無言 就是 沒有 他跟他們家 幫我分著吃 沒有 無言隨俗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楊玉片 楊玉片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八名 楊玉片還有 什麼 而且有時候你只是想檢查 就吃一下 OK 好 有吃就好了 而且就很順口 一定一片接一片 蘇打餅也是 然後配個可樂 飲料 然後追劇有沒有 肥宅快樂水 對 對不對 真的是 可樂追 快樂宵夜日 恭喜獲得30分 累積100分了 100分了 恭喜 一起講 來 我們一起講 來 你們答案是 1 2 3 滷味 對耶 是不是 加熱的 或者是那個冷的 就一個小櫥櫃 對 裡面打開 看你要切什麼 對 現在也出很多調理包 就是在冰箱裡打開 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微波就可以吃了 便利商店也有賣 對 現在有 微波食品也是有 滷味 這個答案 有沒有 對 沒有 第九 第九名 什麼意思 滷味耶 不好意思 沒有 但我坦白講 滷味現在越來越貴 對啊 怎麼會沒有滷味 我發現滷味現在越來越貴 你賤數機還貴 真的 因為滷味它那個 它也就自己抓 有時候你滷味 我們買滷味一定最常買蔬菜 你就會覺得它一份差一點點 就要30塊 50塊 可是你買炸物的時候 你不會去點蔬菜 而且它開始 比如說什麼豆干 或者是什麼藕麵 甜不辣 開始順 論個在賣了 對 論個 一顆 一個 那個小顆的鳥蛋 一顆10塊 對 類似這樣 什麼三顆20 然後又變一顆10塊 對 有滷味 其實滷味不便宜 我發現 但是不好意思 沒有在前8名 對 回去了沒有 什麼 趁他病 要他病 要他病 好不好 他打不出來 這個時候你隨便有打中一個 一昌避命 趕快就有了 領先了 我個人 真的就可以叫他們三個離開 我覺得你的專長就是 你很會 對 這就是我的工作 好棒 我個人覺得 我剛剛說的晚上 我很喜歡吃的是麵線 可跟麵線搭在一起的 永遠只有另外一個東西 什麼 臭豆腐 錯 剛剛那麼講的 剛剛沒有講臭豆腐 後來他沒講 他後來沒有寫在哪 現在用 臭豆腐有很多種 也有那種 真的 湯的 你是湯的 還有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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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一口一口 還有炸的 那個味道好夠 那個米其林必比登 都還有推薦 迷人的香氣 對 那一間 所以每天都在排隊 對啊 他掛了一個米其林在外面 不得了 真的厲害 臭豆腐 這個答案有沒有 第五名 鴨鹹 因為你宵夜的時候 往往都會才吃重口味 對 因為宵夜派就是很極端 要嘛就是我怕… 我吃一點點一口就好 要嘛就是都要花了 直接把它蓋下去 直接 直接就是600塊錢 對 是最鹹的 我才就是要夠粉 對 臭豆腐的味道夠重 而且麻辣鴨血 臭豆腐 還有那種大辣 中辣 小辣 有些花椒 蝦 還可以加這個料 對 直接下去過癮 解饞20分 恭喜 120分 120分了 是剛剛是不是偷我們的那個 對啊 你們怎麼會從臭豆腐挑到滷味 早上直接先講到 什麼 講掉臭豆腐 是 有啊 我要講臭豆腐 你們堅持弄乾麵 就一定要好 乾乾麵麵第一名 我弄50分 炸哥 50分耶 沒有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剩最後兩題 我們必須要答對 他們要錯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你現在答對110 如果過去他又對 那一樣還是輸 我是希望他們一定會錯 我們就贏了 我們再答一次就贏了 你到時候再告訴他們 你希望他們錯 你先過這一關好不好 先過這一關 很棒 趙哥有在算 你知道嗎 你很厲害 臭豆腐 有沒有什麼 我覺得湯類的那種 熱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晚上工作的一天 會不會想喝一點熱 就是湯湯水水 那火鍋啊 火鍋什麼到現在都沒講 你說小火鍋啊 各式各類火鍋 姜母鴨 羊肉爐都算是火鍋 鍋類 鍋類你要想 我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去吃 前八名 因為我們剛剛滷味都沒過了 對 我覺得我們要講一個比較 那你說什麼 什麼大概 我覺得 像我個人喜歡玉米龍湯 你就講湯類的 對 因為湯就可以爆滿 這玉米龍湯會太極限了 夜市也有那種一碗的那種 根湯類的 個人多的什麼 雞湯 貢丸湯 根湯類 或是什麼鱿魚羹 你剛剛不是說肉羹嗎 剛剛有說肉羹 肉羹也太瞎 為什麼就叫湯 湯類的 湯品 女生其實滿喜歡晚上的 喝點湯 湯品 這個答案 對不對 恭喜第六名 耶 有分了 字母一樣可以 這樣有分貌 終於被他們想出來了 而且湯品 湯品的範圍廣才有機會拿分 因為你還有可能是甜湯 花生湯 紅湯 有 有湯嗎 然後鹹的 味噌 貢丸 混沌四神湯 然後甚至是羹湯 對 對啊 這也是嘛 好 那我們恭喜20分 下110囉 關鍵在於那邊會不會拿分 對 他如果答對的話 就結束了 對 結束就結束了 我看應該他們是比 應該是他們贏 真的嗎 趙哥不要急 你怎麼這麼早就放棄呢 算了 你上次逼到我們關主 快嚇到了 對啊 你上次來 你那個什麼 拍餅秋的那一隊有沒有 那個妹的臉多臭啊 你打到整個 對 他過去跟你捶背 對啊 關主快 WONE 對啊 你看你看這個 我們還有一口氣 對 對 現在就是期待對面 就是答錯 答錯 希望 為什麼要答錯 我跟你講 一體就給他死 一副擦 一副擦擦 超充滅的 好厲害 來 關鍵 我幫你們軟身那麼久了 其實 有一種宵夜 很多人在吃 就是像我們減肥的時候 超想吃宵夜 但是我都敢選這些 想說超想吃吃一點點 因為你講一堆那麼油 那麼重的 總該有一些女孩子喜歡的 就是要弄點水果 你知道這就是真的很想吃宵夜 又不敢吃太多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選什麼水果 或一點點那種 那個熱量很低的清洗 拌勻 堅果 有些水果甜分沒有那麼高 可以吃 是 堅果 那素欣姐 我認真問 以這個醫藥記者的角度 真的宵夜適合吃水果嗎 宵夜適合吃水果嗎 晚上不要吃西瓜就好了 水分多的不要吃 其他不要太多就好了 量控制好就好了 而且你看夜市也有在切水果 切水果 對不對 可見大家都很喜歡 那個賣給觀光客是不是 對 我們先看一下水果類有沒有 水果 這個答案有沒有 飯夜吃水果 比較不會有罪惡感 然後又不怕發泡 那建議大家可以選什麼 糖分低的巴勒 我是剩女小番茄 蘋果 莓果類 記得素欣姐剛剛交代了 不要吃水分多 不然你半夜會一直跑廁所 不要吃過多 不然你血糖太高了 是 好 恭喜 我們絕對味蕾 140分 美食老超隊110分 很可惜啦 也是眾望所歸 那我們呢 恭喜我們絕對味蕾隊 可以進入我們的 百變終局之戰